伍宇湘太极权论 三灵则收发方能随心所欲 这是太极权的上乘身法 记得以前练太极权的时候 老师曾提出太极权要做到清零沉稳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理解 随着练习的深入 我逐渐体会到清零既为松弛柔和 沉稳 则外练下盘扎实 泪练气成丹田 这些都是练拳时重要的深反要求 练太极欲求忌击 必须先求行政 身正行顺则内进自出 练拳练得是深法 不是招式有多少 那么什么是太极权清零的上乘身法呢 简单的讲呢 就是以着运动体育为基础 建立运动体育以后 误差稍微到一定程度 这个动作呢跟内部协调一致 不用拙力 那么这就叫不显得清零 这样讲呢 观众恐怕明白不明白 仔细地讲呢 刚学太极权的人 他练的为什么不清零呢 动作不合格 错了眼 用些着力 那他能清零吗 对 他不能清零的 那么逐渐随着运动的合理化 误差缩小 误差缩小来 那气的流量 他就会加大 到内气 流量加大到一定程度 那就由量变到直变 量变到直变 对 开始由外及内 就是由外 引动内部的过程 也就是 那么内气呢 基本是能够贯通全体 内部贯通全体以后呢 变成由内及外 对 内气流量大了 才能做到 可以 以意形气 以气运身 内气不动 外形 既然不动 内气一动 外形 随气而动 随气又走 对 他随着气一动了 他自然会看着清零 对对对 清而不服 那么有的人练呢 表面看着清风柔火 看 滑而不湿 那清而不服 沉而不浇 都是在一个运动规律 一动全动 节节贯穿 一气贯通 这个前提下的动作 他才是看着清零 全论曰 身必以端正为本 以周深